Hello,欢迎来到其实您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比试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您该了解 躺平足就是软烂吗? 躺平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懂躺会躺,更是会成功 近年呢,因为全世界的经济动荡 还有疫情的影响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是亚洲地区 尤其是东亚都开始掀起 所谓的躺平足的浪潮 而且很妙哦,就是各个国家 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词汇 但是解释出来的现象就是都是一样的 那在媒体的渲染下 还有所谓的世代对立 年长者就是看不惯年轻人 年轻人对于年长者 就是他既得利益者就会看得不顺眼 而在这个大氛围下呢 躺平就被视为是一种摆烂啊 不求上进的作为 但其实真的如此吗? 今天就来好好聊聊 关于说,躺平有可能并非完全性的负面 第一点呢,就是耐错力 你听到这里想说,啊躺平足不是什么事情都没做呢? 什么耐错力?就是摆烂不吃吗? 但我跟你说,他们之所以会所谓的躺平 一定是之前有努力过 那发现的,OK,我现在即便在努力 很像也就是无法达到我的目标 无法跟前人一样获得同样的薪资福利啊 或者是头衔也是 可能都被卡住了 所以此时他们才会选择 那我就选择躺平 那选择躺平至少 并非就是还因此就是脑身心都受到煎熬 或者自己想很多啊 他身忧郁症啊 他有一些可能会因此就是做出一些 伤害自己的行为 这个耐错力呢 是放在说他至少内心是懂得自我调节 找到一条让自己相对舒服的 好像是道路也好 或是生活形态也好 而这种躺平就有可能 反而是救了他一命 而是让这些年轻人 如果大环境下现在失业率这么高 如果你恰好是那种很容易紧张啊 很容易就是晚上睡不着觉 一点点小事就会让你 就是有点精神好弱的话 那其实懂得躺平这个能力 它就可以加强你在遇到挫折 或是大环境不好的状况之下 你可以自己找到一条出路 自己找到一个 好啦那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我很像也无可奈何 那相对有研究选择 那我去稍微躺一下好了 而这种耐挫力 其实也算是躺平族的一种能力之一 接下来第二个关于说 躺平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哦 就是二 深蹲力 所谓的躺平并非就是大家所想象 就是这辈子都躺着 靠父母一样 就像日本族的尼特族 或者就是那种检居族都住在家里 然后完全不工作 没有这么的夸张 躺平族的概念是他们可能在短期间内 因为大环境的关系 可能就是也 或是无能为力 所以只好选择一条 好吧那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再努力了 就相对用最低的生活品质 比方说好啊 我就是每天固定吃的东西 就是便宜一点 然后解决一点没关系 但我至少可以维持一个基本活下去的机能 但我并非人生就此 就是这样子过下去 而是这样子的心态可能短期间 让我熬过这个低潮 熬过这个疫情 熬过这个大环境的不景气 但这个过程之中 并非真的完全信任什么事情都不做 而是你可以去学一些其他的才艺 其实发现很多年轻人可能 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面 可能得不到成就感或是薪资 升迁受阻之类的 但他们可能因此去斜杠 去创业 或是去学一些新的技能 在网络上就是博得一片田 而这也是一种所谓的深蹲力 他就是把能力慢慢的培养起来 等到有一天 他觉得足够到一定的程度了 他可以用这个来谋生的时候 他就不用再继续的躺平 他就会以此来变成他的正业 或是变成他的一个工作谋生的方式 而这也是躺平的一种能力 接下来第三种躺平的能力呢 就是不走心 你知道有许多职场的新鲜人 如果他没有所谓的躺平能力的话 他可能在学校里面可能功课很好啊 然后都是大家注目的风云人物啊 在校园里面 他们可能未曾拥有过什么批评啊 或是贬低的那种眼光 但你知道出了社会之后 你在这个社会中 你就是最低阶的那一个群体 那面对过去 可能长辈啊 或是师长会对你 你做错事啊 你犯了一点小问题 他们都鼓励你称赞的 在职场里可没这回事 就是遇到问题 你只要出了包 就是会被责嘛 那大家可能会讲求 绩效 毕竟公司也不是开什么慈善事业 就是要赚钱嘛 还是要盈利嘛 所以对于那种效率啊 对于你的工作的KPI 你有没有达成 是非常在意的 但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走心 很玻璃心的年轻人的话 你可能在公司里面遇到点挫折 你就会觉得说 天哪 怎么会这样讲我 我自尊心很强 我要离职 我不干了 或者是对于那种 别人的比方批评 他会非常的走心 但相反的 如果你拥有所谓糖瓶足的能力 那个心态上面 你就会觉得说 好啊 反正我来这边是混个工作 混个薪水 那你要怎么讲我 我只要拿到我要的东西 比方我就是要这个头衔 我要这个薪水 短期之内就要熬一阵子 我要那个年资 因为毕竟新鲜人嘛 你就是出社会 你如果没有年资 你要换工作 人家都会期待说 你至少一年的工作经验 他就是目标很明确 其他东西我就可以放下 而这种也是一种 躺平足的心态 就是我比较不走心 不会被外界的这些 所谓的杂音啊 或是谩骂批评给干扰 而就是第三点 接下来第四点 关于说 躺平足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就是四 适应力 你知道要躺平 其实也没这么容易 你必须要去 做很多的妥协 比方说 你如果坚持 我每个月就是要吃大餐 我每个月都要 要买什么新衣服 然后固定一年 要出过一次 你就无法躺平啊 那你要躺平的话 你就是要有取舍 而你这个取舍 可能在吃东西上面 在购物欲上面 在工作的选择上 你可能就无法 事事如你意 那这种心态上面的调整 你要躺平可以 但是你相对等的 你要付出一些 不是这么舒适 或是可能 你也会因此而损失很多 生活中的小缺幸也好啊 快乐也好 那娱乐都可能没有了 但这样的状况 如果你愿意躺平 其实这个适应力 也是要蛮强的 那接下来 第五点关于说 躺平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就是舞 听到这边 你一定会有点摇头 就是摆烂的能力 那摆烂的能力呢 听起来是比较偏负面的 但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是 看淡的能力 延续刚所说的一些 比较玻璃心的心境人员 就是真的骂不得 讲不得 就像可能真的刚出社会 他们都怀抱着很高的乐成 那在学校里面 他们可能功课都很好 所以他们讲什么 大家都会很认真的听 他讲的意见 大家都会采纳 但进公司之后 可能尚有很多的前辈 或是已经获得重大战绩 或成功的一些同事 他们讲话 声量只有数会比较大 那你一个心人 你讲什么 大家会对你有质疑 非常合理 但有些人就会 非常的刚讲的走心 或者是他就会很较真 就想说 那我们为什么都不听我的 我的明明才是对的 我才刚出社会 我这一套逻辑 这个理论都是最新的 你们现在那种 都是过时的概念的 那大家可能不听 他的意见的时候 他心态上面 就会自己很纠结 然后就会因此很不开心 或是过不去自己那一关 但如果你有所谓的摆烂的能力 或是看淡的能力 你就是在这种会议上面 或是在跟别人合作的时候 你就会适度的知道说 OK 现在是团队合作 我不可能适时都要去当那个主导者 或是适时都要求别人 一定要听我的SOP 或是照我的话去做事 就每个人都一定有自己的意见 那当我是新人的时候 我就是要适度的躺平一下 那个躺平就是所谓的 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管 什么事情都不要去 特别的较真 或特别的走心 那这个心态上面 如果你多了一点 躺平足的那个心态 你在公司里面 就比较不会每天 就觉得自己是那个 那很委屈 就是被欺负的对象 相对而言 可能真的被欺负 或可能真的被针对 但是那每个人都当过新人 那就是得熬过这个时段 那如果你懂得适度的躺平一下的话 那可能就会比较好过一点 接下来第六个关说 躺平也是一种能力 就是六 不理会的能力 你想要躺平 你就是所谓的做自己嘛 我就是不在意外界的眼光啊 我不在意别人帮我贴标签 说我是个烂草莓 我不在意别人说 我说你看大家都在工作 为什么你就是选这种 钱多事少离家近 然后完全没有什么发展性的工作 你不在意啊 反正我就叫他躺平啊 你不在意别人的闲言闲语 但重点来了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你可能maybe 现在做的一份工作 是在支撑你 就是想当YouTuber 想当网红 或是你可能想当演员 或是你目前有个工作 但你这个工作呢 不是你的内心最想做的工作 但你就要说这是个跳板 我在那边就熬个几年 拿到个title 拿到年资 我就可以顺利的在业界 获取更高的薪酬 或是转到更好的公司 但这种所谓的不理会的能力呢 真的就是你要躺平的话 你就一定要拥有这种不理会的能力 如果你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很在意别人的建议 或是别人告诉你说 你不能够这样子 那如果你就会因此而走心 因此觉得说 对 我好像不能够这么的软烂 我好像不能够这么的 那我不在意我的发展性 但其实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有个目标 那就不会去听从你的家长 或者你身边同侪 大家结婚生子 或者大家积极赢赢的 在抢一些位阶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很淡 因为你就是不会理会他们 他们要的东西 跟你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分得很清楚 你懂自己要什么 而这也是用躺平足特有的能力 今天呢 就是以一个另外的角度来切 提供大家说 躺平足不一定就是软烂 躺平其实也算是一种能力 你懂得躺会躺 其实可能更容易成功 在此推荐给你做参考 最后呢 我要推荐一个士林的美食 我很久很久之前有推荐过 但是我没有拍影片 最近补上了影片 它呢 就是位于 华龙街市场的入口处 那它没有店名 它其实就是卖鸡蛋糕 那因为它地点就在那个地方 就在 旁边是卖水煎包 或是你是在士林锅中的对面 就可以看到这个小摊贩 那它在Google上面呢 完全找不到 它的店家的打卡位置哦 那也没有评分 单纯 它就是靠口耳相传 在地已经经营十几二十年 真的是我从高中的时候 它应该就已经存在了吧 那它是老式铃人的集体回忆 这个店面呢 是有一对老夫妻在共同经营 那它经营的时间是 从早上的七点开到 下午的三点半 它真的是 营业时间都是偏早 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要吃 你要想着说 我觉得想到才去买 你可能买不到 因为它有时候卖完就提早收摊 它贩售的品项呢 就是鸡蛋糕 就是圆形的 或是有造型款式的 它之前还会卖红豆 疫情前 你看疫情中间呢 就开始就是简化它的商品 现在都只有卖鸡蛋糕 但它鸡蛋糕就莫名其妙特别好吃 你心里想说鸡蛋糕是能够难吃到哪里去 我跟你说 有些鸡蛋糕真的吃起来没有味道 但它们家鸡蛋糕那个蓬松度 也要去那个松软的程度 你就会觉得说 天哪 怎么会这么的美味 但价格却是这么的便宜 它现在应该是八颗 应该是三十块吧 如果没有算错的话 那以前我记得 我可以买个那种二十块 然后它就扫几颗给你 也会愿意卖给你 那可能因为物价的飞涨 现在就是三十块是一组这样 那我个人觉得它们家呢 你可以点就是现烤的 一定要点现烤的 因为乐腾腾 一咬下去 那个奶香就爆开 它中间有点中空 咬下去的那个空气感 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它应该是 我觉得就是台北市鸡蛋糕 前三名应该有 那有可能 我没有吃完全台北市的鸡蛋糕 但这间店是名列我 就是经过看到它有开 我就会想要买来吃的鸡蛋糕 在此真心的推荐给你 今天叫做 华龙街市场鸡蛋糕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那边都有拍影片 会放在那边 那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它的位置 那如果你对今天的主题 有任何的意见 或是你有各种疑难杂症 想要跟我讨论的话呢 都欢迎到IG那边 跟我做互动咯 好啦 那只有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 还没那么看 非常好 美味